因为今年邀来的领唱人当中 是有指挥中心的代表 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 那么顺利唱完之后 他也给自己打了个分数 先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那今天的天气也很好 我们其实比较担心的是说 太阳太刺眼 害我们就是眼睛可能会睁不开 那会影响我们唱歌的表现 不过后来大家看起来就应该都 配合这个乐宜对表演都唱得不错 我对自己的这个唱歌的 这次的表现是觉得还蛮不错的 我给自己打90分 一个是说因为这个 很难唱那个高音的一心一德 真的有唱唱去 没有走音也没有破音这样子 没有出彩 那另外就是说 跟大家的默契也培养得很好 好可以听到他说 其实不太会紧张 因为已经彩排很多次了 那么最重要的是一心一德这一句 高音有唱上去没有破音 所以分数还不错 就给自己打了90分 而其实在典礼之前 还有很多疫情的事情要忙 所以像他都只能够晚上到 河滨公园边骑脚踏车边练唱 还有呢 这一次一起领唱的是 国民女友罗嘉玲 不过他的身高是有183公分 所以被问到 罗一军站在旁边会不会有压力呢 罗一军也幽默回应说 其实不会有压力 因为他也不是罗嘉玲的练习对象 加上旁边还有警察在 所以一定会保护好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